这个城市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 每个舞台上都有个音乐人 在等待自己的观众 还是由于看不通力说不通 由于看不通 OK 来吧 音乐不通 3 4 你怎么会选到这个地方跟我见面 其实我是正式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唱歌 但是这样的地方让我想起了 我第一次在外面自己比赛的时候 就是类似这样的台上面 然后自己出去salon那里弄了个头发 然后自己化妆 对啊 我也是在比赛的那些节目上面看到你 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想见你 我第一首歌真正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就是跟珍米唱 那我看到你跟珍比特他们唱 我就觉得好像我很年轻 好难那首歌真的是 然后我想讲什么呢 没关系 我们再想再想 你们都很腼腆 为什么 害羞啊 因为我通常有时候有机会可以跟前辈们合作 就是今天例如华哥 然后我就会很紧张 我跟沙利杰合作的时候 他就想放开一点 你放好一点了 你OK的 然后但是一上到台那个力量也会让你 对舞台它很奇妙 只要上舞台你就会变了一个人 比如说现在你紧张 我就说你们可不可以上去唱首歌 给我听 你会不会放松一点 可以 那你现在去 好不好 在我那么紧张的状况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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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轮就好了 我干这个 我干这个 好 好 Colette 谢谢 哎呀 但华哥你喜欢唱歌吗 现场吗 喜欢 我觉得每个歌手都希望可以跟现场的表演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好像是battle的那种感觉 我今天我就不听 我就不要排 然后就继续唱错了 那有时候我们就跟歌迷BBQ的那些活动 我们就用一个吉他就唱一碗 那我想问 你有没有自己演唱会的一个经历 有没有一些糗事 我试过一次 我试过演唱会 然后换衣服 下面换衣服 很急 很急很上衣服 然后拿 然后上去 就唱 然后拿着梳子 所以演唱会其实有很多这些好玩的东西 很多意想不到的那个 我有一次去表演 然后升T升半度 我升了一度 唱不完了 我只要错一次 我就不开心三个月以上 对 我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一人 然后一直在抓的时候就看 谁来听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五个 然后唱完了 很不要脸的那个 就打电话给那个人 我明天还有一次 你们再来听 你必须要听到好的那一次 因为其实我到现在 其实都会翻唱很多经典的歌曲 又会有一些好的评论 又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评论 现在的歌手可能需要那个心脏比较强的 那是 我们以前没有网络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根本接触不到 但是现在就 你不看也不行 我记得有一位听众 他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然后听了就是我翻唱的 张国荣老师的今生今世 我就突然觉得放下了的感觉 对啊 因为经过你的翻唱 同一首歌 打动了不同年代的人 这个就够了 我觉得以前每一首歌 你们现在重新在演绎的话 这个也是会让我们音乐 重新再活一幅 然后再照亮很多很多 现代的年轻人 就是好 希望 那你准备要有演唱会了 那这一次你的演唱会是在红看吗 就是公司 想让我在红館开演唱会 但是我就拒绝了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 的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踏上去 想再处多一点经验再上去 我最初的时候都不想开 大概在九五年才会 那我们八五年就出唱片 红看也差不多快十年才在那里开 如果我有机会在红館开演唱会的时候 我也希望花哥可以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一定 好 嗯 耶 那个还没那个 这是我跟女儿的 好的 这里就是红館了 这是大家梦寐眼修的地方了 我每次看到大家都很紧张 就每一次都是好像跟 跟亲人一起开一个演唱会 就不能丢人 现在那种感觉 这个是给你开第一场演唱会的自己 别担心好好享受 对啊 心里而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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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